星期五就要开学了 爸爸妈妈要留意哦 往年肠病毒暑假几乎是销声匿迹 但是今年不太寻查 开学前就升温 而且连续两周都是上升的 诊所也涌入疑似肠病毒小病号 症状大多都是发烧 咳嗽喉咙痛这些 医师就提醒家长要开学了 家长要绷紧神经 会再有一小波流行 预估高峰会落在9月下旬 症状常第一个就发烧 仔细检查三岁林小弟弟的小手 有没有起红疹 还要看看喉咙 有没有小水泡或溃疡 嘴巴有没有痛痛 再看一次来 他喉咙有一个地方 也是一室要破洞一样 就发烧啊 高烧 一发烧他们就会退火 小朋友一早去幼儿园 因为发烧到38度半 老师只好请家长带回 爸爸赶紧带来看诊 还没开学 肠病毒病例就多起来 疾管署监测 上周肠病毒将近1.4万人次就诊 连续两周上升 往年暑假肠病毒都是脱离流行期 今年却在开学前反而升温 可能是因为暑期班开课 增加传播的风险 开学后肠病毒会再有一波小流行 预估高峰落在九月下旬 家长要绷紧神经了 如果出现试税抽搐等重症前兆 赶快送医 记者王家庆 黄树分台报道